一辆三轮车拉着很多货物 车上运的东西 店里卖的东西 都可以叫货物 我现在要走进一条街道 这也是一个市场 市场就是卖东西的地方 一个女人正在揉面 把面粉加上水 然后用力揉 这就是揉面 我左边是一排卖衣服的摊位 右边是一排铺面 铺面就是垫 摊位和铺面都是卖东西的地方 不同在于铺面是在房子里卖东西 摊位是没有房子的 地上还画了一条白线 白线的右边是停车位 就是停车的位置 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都要停到白线右边 你看到的这些都是电动自行车 我们一般直接叫电动车 这条路很阴凉 因为路两边都是树 挡住了太阳 阴凉就是不晒不热 这是个药店 门口这个绿色的大字是药 药就是我们生病了吃的东西 这两辆电动车后面都载着人 你骑车或者开车 让其他人坐在你车上 你就是载人 一个男人戴着帽子 把外套拴在腰上 我们穿在最外面的衣服 就是外套 这是个大铁门 一个女人在卖水果 她的摊上有香蕉 这个摊位上挂了万国旗 万就是一后面四个零 是一个数字 中国人用万表示很多很多 万国旗并不是说有一万个国家的国旗 只是说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国旗 再比如一把钥匙能开不同的锁 这把钥匙就是万能钥匙 我从一辆面包车旁边走过 一个女人一边看手机 一边卖菜 她前面摆着一堆蔬菜 对面来了一个人 她把外套搭在肩膀上 今天有点热 很多人都把外套脱了下来 有人在停车位里放了一把蓝色的塑料凳子 还是一把破凳子 凳子是烂的 有两个老人在我前面走 他们可能是一对老年夫妇 夫妇就是夫妻 丈夫和妻子 老大爷穿着一件黑色马甲 马甲就是没有袖子的外套 老太太手里提着一个红色布袋 老年女人就是老太太 这里的路变得宽了一些 前面的路又变窄了 一个人正在买鸡蛋 旁边这个人坐在三轮车上等他 烤鸭在烤炉里旋转 这两家水果店把装水果的箱子 都摆到了店外面 两个店主正在聊天 店主就是店的主人 他们在聊天 说话 这是个卖肉的摊 摊主在看手机 大伞下面的桌子上也摆着肉 左边是水果摊 摊主正在卸货 卸货就是把车上的货物 拿下来 这里你能买到各种各样的水果 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正在买水果 水果摊对面 我的右边就是卖蔬菜的 前面有两个女孩子 手拉着手在走 左边的女孩子 手里拉着手机 右边的女孩子 手里拉着一把折起来的伞 伞没有撑开 是折起来的 这个摊堆了好多橙子 橙子后面还有西瓜 这个摊上还挂着几抓香蕉 一辆小货车把路口堵住了 只留下很小一个口子 我从这里钻出去 这条街就走完了 我什么都没买到 现在来到了一条大路口 今天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